大家好,我是Shenny Yap,The One-to-One Diet CWP Senior Consultant 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李星霍在CWP瘦身的里程 星霍曾经是非常活跃于蚁毛球和长跑 但是,在2019年8月4日的一场蚁毛球比赛中 弄伤了左脚的阿斯里事件 导致已不能够再进行激烈性的运动了 再加上手头上有好几个公司重要的项目 必须在三个月里面完成 在工作的压力之下,脚伤了的问题 还有不归的饮食习惯之下 导致已体重逐渐的伤身,达到不健康的水平了 李星霍曾经是长期的捐血者 在最近的一次捐血活动中 被诊断血压已经达到了150-95 庆幸的是,阿兹里事件并没有完全的断裂 在完成公司的任务之下,便积极的进行复健 同时,在组织医生务之下,必须把体重减少最少10公斤 在阿龙的推荐之下,李星霍在12月中开始了他的CWP瘦身的里程 在短短的21天里面 在短短的21天里面,他的体重降下了7公斤 他的腰围也瘦了7个CM 血压回复了正常115-77 他的组织医生,非常的惊讶 对他的复健效果超越了义气 经过了整个华人农历新年 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他又能传起运动学 拿起心安的球拍 重回了健康的生活了 在这82天里面的效果 总共他瘦了12.7公斤 腰围也瘦了15个CM 内脏脂肪从15降到9了 星霍非常高兴他的成绩 在这82天里面 星霍瘦下了12.7公斤 赢回来他的人生的自信 他的尊严 他的快乐 他的健康 他的年轻 他的梦想成真 很开心看到Shenny 要帮助Mr Lee 用Cambridge减重之后 重获健康与生活的自由 你看Mr Lee用了82天Cambridge 还在农历过年期间 用了82天 减了12.7公斤之后 他的VFA从15降到9 是正常的了 血压从150降到115 也是正常的了 那么小腿的基建 上了7个月 不能运动 那么在这3个月的Cambridge 用Cambridge之后 就完全复原了 他从那时开始呢 他就可以重新开始 打回羽毛球 基于他喜欢的跑步 那么这样呢 就可以重获他的健康 即生活自由的喜悦了 好 好 感谢观看